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是孙中山进行革命的重要支持者 三姐妹又都有留学美国的背景 三姐妹的丈夫更是民国最牛三位男人 大姐宋爱玲丈夫孔祥熙 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 家财万贯 二姐宋庆龄丈夫国父孙中山 是中华民国大总统 小妹宋美玲丈夫蒋介石 更是统治中国几十年 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虽然地位显赫 但是她们的政见却不相同 这也导致了她们三人最终不同的命运结局 宋庆龄当年作为孙中山的秘书 两人日久生情 不顾一切与孙中山私奔到日本 偷偷地结了婚 全是因为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崇拜之情 她坚定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积极倡导发扬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思想 宋庆龄和孙中山 然而在孙中山去世以后 作为皇土军校校长的蒋介石 掌控了国民党实权 成为实际的控制者 她实行的却是独裁统治 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疑问 因此宋庆龄对蒋介石很是反感 当时提力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 但最终宋美龄还是听同了宋美龄的劝解 嫁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与公余思对宋庆龄都很憎恶 特别是宋庆龄长期依靠自己的特赦身份和影响力 宣传反对蒋介石的言论 这使得蒋介石动了杀心 蒋介石和宋美龄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 在大陆的军事行动全面崩溃 此时的蒋介石恼羞成怒 他下令让毛仁凤去除掉宋庆龄 毛仁凤当时也感觉很诧异 因为宋美龄是孙中山的遗孀 身份很特殊 因此毛仁凤出乎意料地问了一句 这人也要除掉吗 蒋介石很不满地说 以毛仁凤还有菩萨心肠 毛仁凤此时的宋美龄正在美国再次寻求帮主 他得知蒋介石要杀害自己的姐姐宋庆龄时 十分气愤 随意通过宋爱龄传话 给蒋介石阿泽有什么差错 我是绝不会答应他 就是宋美龄的这一句话 蒋介石吓得立刻取消了暗杀计划 而且不停对宋美龄说好话 说是一场误会 足见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敬畏之心 宋庆龄宋十三姐妹虽然政见不同 但是毕竟是一家姐妹 那种依脈相连的亲情是永远割不断的 最终因为三人选择的政治立场不同 有了不同的人生归宿 宋爱龄和宋美龄都葬在了美国 宋庆龄作为中国的名誉国家主席 葬在了上海的宋氏陵园 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父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